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一贯的正能量赢得的殊荣。 不想却引来出乎意料之事,惹急发狂,对权威媒体也酸言酸语,真是胆大至极也狂妄至极。 在国庆佳节之际,肖战受邀提前录制了视频,祝祖国75岁生日快乐。 视频中有各个年龄段的人共同祝福祖国,肖战作为33岁的人一起发声。 视频感人至深,官知新潮澎湃,正是有强大的祖国,才有人民的幸福安康。 东方卫视,北京卫视,中国侨网,中国新闻网等众多权威官媒发布了肖战的祝福视频。 中国新闻社更是发到了脸书上,作为优秀代表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肖战获得众多权威官媒如此推崇,真是让人被感骄傲和自豪。 讲真,肖战作为一个从普通素人成长起来的明星,到如今获得国家认可,成为优秀的典范。 是经过了无数艰难险祖历练的。 换言之,国家能认可一个艺人也是经过漫长而严格的考察的。 在当今内于动不动就爆雷他房的情况下,官方更是慎之又慎。 而肖战初到八年,就能获得国家认可,不得不说,他的净,他的正,他的幽灵他获得殊荣。 肖战干净,不仅有清澈的眼神,纯净的面庞,更有身家的清白。 那场史无前例的数字风暴,觉得三尺也没挖出任何黑料,这在内于真可谓罕见。 一是没有人这么被挖过,手段残暴至极,要置人于死。 二是在娱乐公司讲究操控的环境下,没有黑料的艺人也是屈指可数。 这就让肖战的干净迷之珍贵,也令官方放心无比,并予以默默地支持。 另外,肖战非常之正,是溶于骨血的正。 从素人时就开始做公益。 成为明星后更是发挥着表率作用,公益从不缺席。 立身更正,在乌七八糟的内于,她的想要的自己争取,不走歪门邪路。 哪怕乌岩和房梁把生活压得再低。 也有另一片天空的希望等等话语,鼓舞和激励着无数人,向好向上的生活。 她能赢得各年龄层各圈层粉丝的喜爱,她的人格魅力功不可没。 再者,就是她的优秀。 从零起步,从无到有,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她的主演作品剧都取得佳绩,每部作品都出口海外多个国家,赢得了海内外卓绝的影响力。 并且影视歌宗全面发展,全无短板。 就说最近的两个舞台,虽然她不是专业歌手。 但她的歌声和舞台综合魅力独树一致,成为最亮的星。 这样既静,又正,更优的明星获得国家的认可和推崇,不是理所当然吗? 不发肖战这样正能量的明星,难道发满是草点的人吗? 有些人见不得人好,自己又不成。 任由疾恨的心,恶毒的嘴,肆意攻击,如今更是质疑起官方公信力,真是地球不够大,这是要上天。 网络不是法外之的,别疾恨的发狂,游走在法律边缘,他日算账,毁之晚矣。 明星本就该为公益代言,为正能量发声,为国之昌盛高呼,这是身为公众人物的本分。 各官媒借明星的海内外影响力进行正向宣传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以小人之心度国之大意,不仅人性卑劣更缺家国之爱。 切记天狂有雨,人狂有祸。 再者,基于肖战以上三点,肖战更有一张国泰民安脸,堪卫国之门面,不发肖战发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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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